Hello, 大家好, 馬尚鋒人員和各位見面了, 今天博士去哪裡? 大茶飯, 有多大呢? 有東西攪拌, 最重要是有東西攪拌, 恭喜他 我們要多謝一些讀者課金, 真的有人課金, 殺出一條新血路, 原來真的有 這個世界不同了, 我們還拿著一份馬布, 拿著筆寫, 這些年代已經過了, 過了的了, 現在有課金 一會兒下面的留言, 都有課金的連結, 大家放入課金, 上面有個I字, 大家放入課金 多謝, 支持一下, 居馬費都要 是的, 其實我們都很感謝, 因為我們都山長水縣, 其實都很遠的 你剛才大塞車, 大塞車 講回上次的馬, 上次我們又給了四隻, 另一隻退出了 硬過關, 沒錯, 其實臨場我還買了那隻非凡魅力 都是過關, 另外博士給大當家, 還有我給那隻鐵膽威龍 鐵膽威龍, 即是都跑了一個PACE 鐵膽威龍是中伏的, 應該都會贏的 都不是的, 我又覺得他沒什麼跑錯的 可能是first one, 即是都給, 還有, 性感是一隻千多磅 1300磅的馬, 即是自己這樣擺持完跑是最好的 即是傍著馬跑就不好, 他是夢幻形勢 跑過第二都OK, PACE也有30元, PACE也有三倍 那隻藍瘡之光不用追了吧 是啊, 這些馬真的可能要跑一下形勢 而且始終都一而再走剛, 這些馬就不會冷滿 輸了多少錢呢? 即是不會冷滿, 又不是很穩陣的馬, 很多這些馬 即是好像那天的鴻圖巨星那樣, 這些馬其實都分得很盡 這些馬就經常都會熱滿, 但是又不直播 可能又搞到你, 但是你買它又沒有意思 我們發覺一些人還沒看到的馬, 或者看漏了的馬 那隻奇珍呢? 奇珍就很明顯那個狀態還沒來 其實出閘跑了一百多米, 看它跟不到那個好位 即是如果那些馬是Feed, 它會跟到那個好位 排檔, 排得這麼漂亮的檔 但是你看到它不斷騎, 都跟不到 即是我不敢說這馬腦退, 只不過那些馬是要跑多一會 其實這些馬, 跑多三四場, 兩三場, 它減多十分八分, 其實很有利 這些馬留在這裡, 始終都是準成的馬, 有狀態回來的話就可以跟 我們下次再出的時候再看吧, 這些就 沒錯, 再出再看吧 那博士那隻大當家, 你怎麼看呢? 嗯... 又是連接三三四四, 二三三那些 暫時看不到有些什麼好突破 其實沿途看, 我又不覺得它有什麼跑錯 應該是, 跟一次一樣, 又是沒有什麼跑錯 這些馬有些會有進步的, 有機會 再看吧, 都是下一次再出, 看看是什麼形勢 快活高都很講形勢, 排檔可以影響一切 還有你整個介紹的馬, 再出我都會留意的 我有一個朋友都是特地買一份排位 特地為了我買一份排位, 為什麼呢? 就是圈回我上次比那位, 之前比那些馬 有點冷的, 我都會這樣中 他試過一次這樣中那個關, 我不中 哈哈哈哈 明天就跑星期六, 十場馬, 沙田賽事 為了重陽, 跑星期六 博士留下兩隻, 你先說好嗎? 好啊, 因為跑星期六, 坦白說 大家聽了我一段時間都知道 我跑馬非常之慢, 而且都很細緻 所以實質上我跑了兩場馬, 真心話 我先介紹第一隻, 第三場的紅磚勇士 其實初初都沒有跑這場的 但後來下午出了賠率之後 我發覺這隻紅磚勇士, 我初頭以為是很熱的 但我剛才下午看有十倍, 莫雷拉有十倍, 我相信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十四檔,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第一次 即是今季第一場推, 現在七點九 還未熱過新, 第三個原因是他最近的閘不太漂亮 但其實那個是禮閘, 你再看之前的草地其實是很漂亮的 那我說回這隻紅磚勇士為何會推介呢, 因為表面形勢好像不太好 但其實大家看看他上一季未贏馬那一場 正正是十四檔, 亦都是跟一個比較快的補足 那一場馬, 對手不差的 他贏了一代莊主, 再出贏馬 第三名的皮具之星, 今季出兩場都位置 甚至乎八寶袋, 開心大師, 開心大師都贏了, 八寶袋上次都不太贏了 其實那一場賽職, 那一場走勢, 贏馬的姿態 是他贏這場之前看不到的, 經常都跟好位置, 其實好像差不多 那我開始有些懷疑這隻馬應該是一些不喜歡走在裏面被人壓住的馬 那它是一千多磅馬來的, 那可能它是一隻需要有些空間 不喜歡被人運的馬, 那我看到這個 明天它的形勢是有這個形勢, 為甚麼呢? 一來它排十四檔, 二來呢, 比較快的馬, 包括這個 那個怪獸都市, 笑號成功, 後運精選, 喜氣綿綿, 還有縱複者 縱複者不是很快的, 但都是前置馬, 這些馬全部排在一檔, 四五六檔, 四五六檔 這些這樣的情況, 步速不會很快的, 還有它十四檔是可攻可守 即是前面可能有四五隻馬跟它開路, 它賣來, 甚至乎有一兩隻馬, 可能慢了 那它跟著二碟二三位, 也都很好跑 我相信這些馬不會很熱的, 那麥雷拉值得信任, 我覺得這隻就是我第一隻推介 那同場, 現在就是潘頓大熱門, 行運精選, 八號, 潘頓最近的手風差一點 好像都很久沒贏了, 看過數據原來, 今季贏過一次, 其實是一隻上下 它做大熱門又好像多一層, 放心 其實就這樣說, 行運精選這隻馬, 我上季都看過它跑的 因為我記得它上季跑第三的那一場, 我就買舉世無雙活力補區 所以, 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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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入席都嚇我一驚 但是, 這些又是一些全面優勢都贏不到的馬 它有這種情況, 不過, 一來馬防又不是很穩陣 二來, 潘頓最近手風又不是很好 真的是手風 就好像那天星期三, 那天那隻很甜橙, 放在角能 我一看它臨場有十幾倍的話, 肯定不是去馬 這些馬就放王進王浩南, 最好是放在前面射 這些馬都不需要潘頓, 不過我想它放在潘頓有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馬比較難出頭, 它可能就是因為那段力 要用得盒度好處一點, 因為很容易最後那幾步斷 用潘頓就希望控制得好一點, 留到那段力, 用最後最後 那這場馬, 紅尊用士做膽的話, 腳要不要? 我不會要它, 因為要它的話都比較熱的 我會選擇陽明秋秋, 如果腳的話 因為其實這隻馬上季初出就贏1400米 其實之後一直在47分, 我不是很記得 大概47分左右徘徊, 之後一直都拿不到成績 因為它8歲了, 它老退了, 不是以前那些四班 中上的, 它又不是退不得很多 但是去到季美, 旅建威爭冠軍的時候 就拿出來用的, 有菊草短逃 但其實最正宗的就是沙田先世 它上季也輸過一場三年先世的, 林桂尾落了五班 好像擺球那件事的, 但是那場是大外档圓圖外碟 它明天的檔位會內移回來, 還有一些底質, 我會要它 這個彭國連騎馬好不好? 我覺得好過何明年 我覺得好過何明年 因為他剛剛新來的 可能我中過他的馬, 因為他上季來的 第一天就中了快益線 阿亨李給的 我那天已經輸到沒有了修律自我 聽其他萬平家給什麼料 阿亨李就給了一隻快益線幾十倍 我去了原因, 對清新度已經賣 蛤, 秀貞, 大泉, 英馬 affection Y Single Peg, 蛋英追蹤 Masshiro, 紅豬勇士 在 Three Siowego 就這樣 Rubie 簡單一點 你第二支馬介紹什麼? 第二支是第九場! 月錶 是热门来的,但是原因是,我也少介绍热门, 但其实我因为没什么时间跑,所以就看到, 这一只马是我本《马图圣经》里面, 其中一只银行马来的,为什么呢? 因为上季他赢了那场草地,其实真的是大超版, 其实都很自乱的情况之下赢了, 但是虽然这对手不是很强, 但是他比较指标性就是他上三班, 上一季最尾的那场是潘顿大宜本输的那场, 出闸起琴,接着摄入内南,沿途走势不规矩, 转弯立避,直路内闪, 其实他错的东西是错的了, 但是他回来都还挥,只是输给普城智盛, 现在都在80几分钟上名的普城智盛, 数量那么弱, 其实他是克服了很大的劣势, 问题就是今季, 既然他有这么多这些毛病, 那你怎么确保他这一季没有这些毛病呢? 这次他没有这些毛病呢? 我也确保不了, 不过我看他近一次的试集, 他的走势完全純熟了, 当然试集的速度感和跑的速度感会不同, 但是博马就是这样博的, 这些马在我心目中应该是两倍多的马, 但是现在有五倍多, 就是因为潘顿鞋, 田太安鞋, 还有有少少马背飞, 但是其实我看回所谓的大业盟, 威威心得, 发财宝, 同乐日, 我记得里面是没有赢过马, 发财宝也是上季赢了1200之后, 整季都赢不到, 结果减了分之后, 上次对着威威心得才可以赢到马, 那我会觉得, 其实这些马, 都可能是糖水滚, 糖鱼滚上来的, 跟月标, 当然月标都没有在三班证明过的, 但是问题是, 底质我相信它绝对高过这些马, 还有绑羊, 他让一班人绑就差不多, 第二只我会介绍这一只, 一只红尊勇士, 一只月标, 一只半拿一只月滿, 一只半拿一只月滿, 好, 那我们看看, 如果脚, 你要玩哪一只, 第九场? 脚和乐日, 上次也跑得好, 其实电信标马, 上次转马防出, 我都有留意它走势, 其实它走得不错, 不过, 它这次放黄进排外档, 63分, 我相信它很大机会, 会减少那几分, 落四班, 跑菊草, 一千买千乙, 的目标就是这样, 所以就, 不会要咯, 但是就, 留意咯, 威威心得都OK的, 始终去到这个分, 都是长期跑前列的那些马来的, 就是你要买Q的话, 这些马不能飞得咯, OK, 甚至乎Q弹稳定来说, 我威心得更稳定个月标, 不过如果是博Vin, 我去买月标而已, 是, 那浪场多少倍, 有四倍当然要月标, 四倍以上我认为月标都值得买的, 是, 那博士留下了什么的錦囊? 博士留下了, 首先留下了一只大冷马, 第六场的精彩非凡, 很难, 好像跑过一次, 多少倍呢? 现在, 起码都50倍, 他好像想挑战我的排出纪录, 他现在想挑战你, 47倍, 放假八博, 各能骑, 他就这么说, 他说这只是正宗的一利马, 这次跑1600就刚刚好, 档位也OK, 最重要是有赔率, 可以博一博, 院长有没有评价呢? 其实我对这只跑过一次, 我没什么留意过他, 连笔记也好像没有他, 不过我记得上次出的时候, 我都有看过, 这只马是在外地赢了1600的, 是的, 我们是在外地赢1600的, 如果博士所说的就是, 因应血统来说, 我认为博冷门是这样的, 即是得如其来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不到有什么, 就像你这场马德胜区那样, 其实德胜区很明显, 就是长期80分左右的马, 他现在在这个分, 还周尽落摆在前面, 因为这些马是不困得的, 不困得不斗得的, 所以你看到上季赢的那一场 就是放在前面, 放脱了, 即是不可以有马柏, 但是这一场有机会有些马柏的, 例如美丽日子, 化财复升, 这两只马都有机会上来烧它, 那就影响了它那个罚, 如果没有快马的话, 它是可以的, 即是它会舒服很多, 但是你想想它现在说的, 它实际上的分是79分, 减了周尽落的10磅, 但是其实建设薪就是建设薪, 减了那10磅, 它是相应地的能力, 就交低一点给你, 就算周尽落多好, 它明明是10磅, 它其实是低5磅, 其实都是减5磅而已, 都不是很有把握, 即是赢, 我相信它没什么赔率, 得胜区都是10倍8倍的那些马, 是的, 我猜, 大致上其他马就差的, 即是这场马, 例如超班复升, 它长期都是70分, 即是博极都第二, 第三, 你买WIN这些马也是很难买, 佳运来这些又是9岁了, 全城好像都三班都问, 其实在我心目中, 这些马就是63分左右马来的, 现在超分还要放莫雷拉, 就好像杀鸡用牛刀那种感觉, 即是得就不会用到它了, 现在都很奇怪, 现在大业本是8倍, 因为这场马太妥妥了, 5.8倍, 很少了, 习峰明居上次是快步速追几步而已, 我不太记得, 因为我真的跑了两场而已, 我纯粹用记忆去说, 我记得它是快步速追几步, 上次博士也有提及的, 那你说是不是, 不过阿塞的马, 就跑一场进步一场, 但是你拨它进步的大业本, 就不会这么做, 我看到它进步的大业本, 和我拨它进步的大业本, 是两样东西, 但是赞鸡的陪落都值得留意, 四十多倍, 怎样就要落少少飞都三十倍, 反而我觉得, 如果你临场看到, 因为跑了四五场, 到如果看到有得追的话, 反而我认为安城, 会是可以考虑, 安城和超班复星, 都可以考虑做背脚, 即是连任博士那只精彩Favor, 可能这些叶三角更好分, 更加好分, 大致上是这样, 不可以放弃的, 第二只博士放下的马, 就是第八场, 街景复星, 潘顿的叶楚行, 他的说法就是, 上次就阻一阻, 有点受阻的, 接着就后了, 现在就配搬潘顿, 他说配搬潘顿一样赢, 街景复星, 都很明显, 我认为上次博输了, 今次攀回大头, 热门都照去, 反正这些马, 跑一千米, 潘明辉, 你放, 就算是陈嘉熙, 都不会懒得去哪, 不如稳定一点, 不如稳定一点, 郭士今次很极端, 一只大热, 一只大烂, 想振回云, 我没什么意见, 这只马, 这只马绝对是, 绝对是, 就是, 坐位亡人分子来的, 坐位亡人分子, 只不过, 买, 就是投注来说, 就是大家喜不喜欢, 有些人, 始终百货如百客, 是吧, 有些人嫌我给马太冷, 有些人, 觉得要热门, 好像我给天池怪, 我妈妈不买, 问他为什么, 他太冷, 这个是理由, 然后我给他热门去马, 他又不买, 有些人不同的, 即是博士那两只马, 你妈妈也不买, 加景福星, 太热, 精彩非凡, 太冷, 没什么所谓, 大家, 怎么说呢, 穿上去也有肉食的, 不要买披士, 如果加景福星太热, 我们有个讀网友, 讀者很厉害的, 每一次都要等一条票, 他很厉害的, 他很厉害的, Win那天就买Win, Pay那天就买WinPay, 很厉害的, 那天就要告掉, 他就要购买位置Q, 他就要购买位置Q, 他就购买位置Q, 他就购买位置Q, 接着就购买位置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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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是这样的, 综合一下, 明天就提供第三场的六号码, 红尊勇士莫雷拉, 接着就是第六场, 这个大冷门, 精彩非凡, 6号, 精彩非凡, 接着就到了第八场, 大烟门, 街景福星, 潘顿剧, 最后就介绍第九场, 月标, 田泰安剧, 这四个, 有冷有热, 应该都努力加油, 都不太差, 记住, 有些好东西中了, 就购买位置Q, 支持我们的巨马法, 首先, 对购买位置Q的朋友, 先说一声多谢, 你们就开了个好好的头, 给我们, 就是这样, 简单一点, 长假期, 希望大家中了马, 开开心心, 赢大钱过假期, 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ben, 不再来 有点小节奏, 很明显, 得美丹, 好久哦,